基隆在船停电 但这一次是小动物床的祸 今天早上 基隆安乐变电所 有两条溃线跳脱 导致包括安乐区 还有中山区一带 造成7831户停电 停电时间只有短短15秒钟 台电前来勘察发现 有一只松鼠身体遭黑 倒在树丛间 研判应该是松鼠 误触到带电设备 造成短路才会停电 不仅鸟 有时候在很乡下的地方 还会有猴子 还会有蛇 松鼠等等 前一天才一一点名 可能酿停电的小动物们 部长真的神预言 因为事隔一天 一只松鼠酿成基隆再停电 那在安中产业道路的地面上 有发现松鼠的这个遗骸 所以我们初步研判是因为松鼠 碰触桿上的配电设备 引起线路的瞬间短路 16号清晨5点 基隆安乐病电所 两条溃线断路器跳脱 酿成安乐中山区一带 有7831户停电 短短15秒后 系统恢复供电 台电追查源头 在新西街电线桿发生松鼠 身体骄黑倒在树丛 研判停电主因就是误触设备 我来到年过来都没关系碰气 我知道在去8点 有台电的车停 我们在门口上 松鼠有时候在那边 在那边也是有 也是有 所以那停电你们就没有感觉 应该都停15秒 没有 不常看到松鼠出没 实在难以想象会酿神停电 不过15号 高雄也因为鸟误触带电设备 给奏神2000户停电 电网防处系统是不是太脆弱 再度掀起投论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这些是人总不懂